我的女兒才小學一年級 去年就幫她們安排好 她們將來補充念她 在學校就好 對 就在那個學校又買那個學校 我跟我再來比較 因為她是數學老師 數學老師她做事情比較數字化 那當然我們這兩年其實就是為了小孩學區 所以之前可能也有寫過 就是我挑去搬到台北市區 就是為了小孩學區 那其實前一陣子我在忙的事情 現在說我的女兒才小學一年級 事實上我去年是在賞她們的普通學區 所以等於去年就幫她們安排好 她們將來補充念她 所以大概就是有了小孩之後 其實一心就是在小孩身上 所以現在我小孩的學區 已經搬到新的學區去 因為現在台北市有很多 比較競爭的學校 事實上你要入籍多少 你才有辦法去念她的學校 對 就在那個學校又買一個學校 她因為要脫郭哥的服 因為她想說 跟她拍《華麗》之後 她介紹我一個快速試試故事 你看看現在有多少人 跟個快速試試郭哥推薦 楊麗英的也是我推薦 反正 金華區 蛋黃區嗎 蛋黃區 那我先不曉得 蛋黃的蛋黃區 就在小區站旁邊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